悠悠卡的新广告全程讲日文 但问题是这发音哦 日文老师说根本听不懂 高中情侣离情依依全程用日文告白 要对方不要忘记他 这广告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要别人记得你很难 要悠悠卡记得你并不难 原来是悠悠卡推出的创意广告 一放上网路网友听了很不顺额 直说男女主角的日文口音听起来怪怪的 找来专业日文老师鉴定 给日本人听的话 第一他们可能会听不太懂 要断的地方没有断 然后要连起来的地方没有连起来 从小在日本长大的老师 听第一次还真的听不懂 因为日文的男女生发音可都有学问 如果是女生的话 然后男生的话 就是台湾的口音一听就知道了 因为那个就是他那个台湾的 就日本人讲中文一项一听就这样音调 高低起步很奇怪 对断句也断得有点奇怪 有学过日文一听就觉得奇怪 但对一般民众来说创意就是王道 发音是封面就不要去care那种 我们也想要是 柯市长的优优卡来演广告 优优卡搬出新广告 再度找来市长柯文哲客串演出 表情动作都算到位 但日文发音 没练等让创意广告扣了一些分数 三讯复明权 谢孟哲 台北报道 再度找来市长柯文哲客串目